概念店就是要打造 高端服务的 就时尚社交 高端体验为一体 这个我跟郝尘师 都干不来 也只能靠你了 你看你又有资源 又懂时尚 接下来 你可能就得多多费心了 行 我知道 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活 咱撒好友们一块吃饭了 要不然一起吃个饭 你们吃吧 我有约了 许总 有人找 进 哥 我给你送便单来了 看来你们都有约啊 还以为你是来给我送饭的 没想到啊 是买一送一的送啊 我快喝啊 哥 你本来为谁叫下来 跟我们一起吃呗 我刚刚在那边看见他 他就当着不认识我 放心 我让你叫过 许 许总 你找我 不是 是 是你的小仙女找你 文文 我不是说了不用管我吗 他来给我送饭的 顺便给你带了一份 过来吃 来呀 没事 我 坐 哥 哥 我这两天我都见不着他 他每天回家特别晚 早上我没起床他就走了 他说不能辜负你的信任 还说这是自家的公司 他要努力才行 黄华 我不是这两天刚入职吗 要学的东西有很多 所以才忙 你们别辜负自己就行 我受不及 哥 哥 那你夸夸他 你 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 但是 年轻 不少 这 这 杰哥 干什么亲爱的 你能不能别那么张扬 我就这么张扬 骄傲我的女朋友 如此地美丽 不是说好了 不要在公司附近 约会的吗 你是在公司人员差的 都没有人陪你吃午饭了 我可都好几天没见你了 我想你啊 你们这几天还那么忙 忙 这钱一到账啊 许耀 满脑袋各式各样的想法 天天开会 各种会 我呀还得负责这招聘的事 每天见人 累死了 挺好的呀 有钱才能干大事 虽然呢你的股份少 但好歹有个叛逗 亲爱的 春节你在哪儿过 怎么了 我可以陪你回家啊 不用 行 那你要是不想回家 你到我家来跟我一起逛 再说吧 你们公司的秀呢 是我们年前的 最后一场活动了 办完了呢 我们公司就该 发年终奖了 年前呢 肯定能把钱还给你的 随便你 看你一方面 服务员 点菜 去 你干吗 你陪我下去 就这么几步路 还不会自己走啊 哥 我有事想求你 嗯 武士兼殷勤肺奸 我現在能把剛才那個便當 吐出來嗎 哥 說吧 你看現在不是快過年了嗎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 拜訪張翁父母 最好的時候 但這是我提吧 有點丟臉 你 作為我的哥哥 趙翁的領導 你說話他會聽的 唉你在這段感情裡邊 就那麼卑微啊 連想借對方父母這種事情 還要我給照樣實驗 這不是卑微 這是策略 你不常說這一詞嗎 策略 凡事都要講個策略 你的策略是 讓我以公謀私啊 你要是幫我的話呢 我就用瑜伽的大情報 跟你交換怎麼樣 那我得看一下 這個情報多有價值 大情報巨大的 你看 今天都的學校 舉辦新年派對 我陪陸總參加親子活動的 你們兩個怎麼了 之前不能好好的嗎 最近怎麼感覺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 最近她好像刻意地 要疏遠我 我每次給她打電話 她就說 在忙那場修的事情 然後就掛了 你是不是和蘇姨太親近了 她吃醋了 我沒有 哦對了 上次跟蘇姨吃飯那次 她說了些奇奇怪怪的話 說什麼 這一次她又先跑了 你說什麼 她說她又先跑了 啥意思 我到了 我交代你的事情 一定要記得敲打敲打她 走了啊 她先跑了 好 許總 隨便坐 许总 我是不是做做什么事了 如果有你告诉我 我肯定敢 是这样 我妈走得早 她从小呢 我是在李年欢家长大的 虽然她平时看起来 好像大大咧咧 没事还老说 要跟我断绝关系 但其实我跟她之间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兄妹的关系就是那样的 自己怎么欺负都可以 但是别人就是不行 我和欢欢唯一一次吵架 就是因为 我说你对她不好 她特别生气 所以啊 我会撑她一辈子的药 你不要欺负她 我对她是真心的 她比你大几岁 对于年龄增长带来的恐惧 她更加会把情感 依赖在一段稳定的婚姻上 你懂我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奔着结婚去的人 那就趁早给她一个交代 对于年龄增长的婚姻 如果你连结婚都没有想过的话 那你们就趁早分手 别耽误她 我 我没想耽误她 你自己好好相信 马上快过年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她结婚 你就趁早把她带回去 接见你父母 你先去 欢迎光临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随便看看 好的 您是要选订婚戒指 还是要选求婚戒指 求婚的话用这款最合适了 您看一下 先生 我再为您介绍另一款 不用 我就先她 女士您好 您看看想要什么款式的 我想要那种 送给男朋友妈妈比较好的那种 真孝顺 您婆婆一定很喜欢您 但愿吧 您看一下这一条 样式比较大气 真丝的 上档次 挺好看的 还挺舒服 稍等一下 喂 妈 欢欢 那个 你知道你哥 他那发布会是哪天开吗 怎么了 想我们了 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喂 怎么了 不说话 你舅舅生病了 情况不太好 现在在医院里已经好几天了 可他就是不让我跟你哥说 说你哥现在正在准备什么发布会 让我别去烦他 不太好 不太好是什么意思啊 生什么病了 危害 我舅舅在楼下晕倒了 是邻居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 现在已经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了 他就是不让我跟你哥说 怕了费钱 哎 今天 医生也跟我说了 好像希望不大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妈 那怎么办啊 我是该跟你哥说还是不跟你哥说呀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妈 这样 你让舅舅再等两天 先别出院 等发布会结束 等哥回来再做决定好吗 你一定要劝住舅舅 知道吗 好 好 女士 你丝巾不要了 你 你 你 有 你 是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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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这些曾经笑话过我的 曾经看不起我的人 我要告诉你们不好意思 我许耀又站起来了 我又回来了 我很快乐 你快不快乐 我很快乐 明天我要当着所有人宣布 我们烦心已经走出了 成功的第一步 我终于可以大声 把这些话说出来了 北京 是个让我遍体鳞伤的地方 我来过 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我在这里得到过梦想 也失去过梦想 我在这里得到过爱情 也失去过爱情 我喝过酒 我流过泪 我哭过 我笑过 我迷茫 我被你蹂躏过 我被你践踏过 我被你侮辱过 我自暴自欺过 我痛苦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 好 我怎么走 雨霞 我会像爱北京一样 爱你 疯了吧 没疯 明天我就要在这里 当着所有人的面 跟他告白 我 我 真的假的 之前是我先跑的 这一次我不跑 他也别想跑 怎么告白 我偷偷录了一个视频 已经发给小蜜了 没有人会知道 明天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这个视频发出来 这是一个惊喜环境 我会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跟家人说一段话 好 余佳恩 三年前是我先走的 但是现在不会 无论风雨 我只想紧握住你 我们错过了三年了 我不要再错过你 今后给你的每一分 每一秒 反正啊 你要是想回去 你自己给余佳打电话 她同意我就同意 你说 余佳这一年到头 在外面辛苦 这要回来过年了 你要有个啥闪失 你让我怎么交代 你让我怎么交代嘛 哥 你要真为她着想 你就好好养病 配合医生 好好治疗 好 这不马上要过年了吗 孩子们都要回来了 佳恩也来 你那么喜欢佳恩 你不想看到他俩结婚 你不想抱孙子了 他我要是叫他 你这个死热 顾佳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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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给我 着 着 用衣服给我拷进去 来来来 你不要着急吗 来 门掉 门掉 来 好 来 门掉 门掉 那 爸 一耀啊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明天要开那个 发布会的会场 老气派了 你看看啊 我给你转一圈啊 看到没 这里都是关注席 明天会来非常多的嘉宾 很多的大老板 还有记者 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体谈了 我明天会站在这个中心的位置啊 跟大家说话 发言 还有很多的模特 走秀 穿着我们公司的衣服来走秀啊 那么模特 有模特走一个 走一个 叔叔 就是他们走的 爸 你还认得他吗 好诚实 上大学的时候来过我们家吃饭 你还给他做过牛肉面呢 记得记得记得 过年来吃牛肉面啊 再来 对 那就祝你们明天一切顺利 马到成功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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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哎呀 哭啥子哭啊 不要哭 不要哭 走走走 别哭 这时候你也跟徐耀说一下不要哭 你就当我是去了外地去工地上班去了 好 那我就听你的我不出院啊 先在这里多住两天好好养养病 好吗 哎 不要跟徐耀说 说了就影响他回家来过年的心情 你说我们就应该欢欢喜喜过个年的 这一家人好几年没有团圆了 有什么事情都过两年再说 行不行啊 你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是医院了 你要是跟他说了 他肯定要把我关在这医院里头 你说这个地方冷冷清清的 我这这年怎么过呀 我这一年到头 就盼着这几天了 哥 我听你的 咱们一劲好好过个年啊 快躺下 好好好 我躺下 我躺下 可以 屏幕停在这个反面就好 团队 倒进十半小时 各部门做好最后的检查团事工作 你先忙啊 我没骑上地铁了 我怕迟到 我跟别人拼车来的 我过远后老都请 没事 还没开始 没事 还没开始 带你去看一下你的班 好啊 好啊 这真的是我写的吗 当然了 你说我哥是不是发财了 应该是 你说自己有钱到什么地步 特别特别有钱吧 不是那种 省个病都能吃得有钱吗 你是不是傻了呀 这生病和有钱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应该是挺有钱的 我听公司的同事说 每个人都涨了工资 他们还说运气好 赶上了好时候 以前他们的工作环境 都是很苦的 赶紧过去吧 好烦啊 你烦什么呀 这两天我看你就一直不开心 没事 没事 赵王 你还在这儿傻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出去接人呀 哦 你慢死 我先去吧 嘿嘿耶 knowledgeable 我先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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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我去吧 感觉比结婚还好高兴啊 比结过婚的 比喻 应该差不多吧 都是紧张兴奋 今天紧迫 你倒是相当于结过婚啊 许总 苏总 郝总 一切准备就绪 媒体朋友们和客人们 都已经陆续到达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 你们先进去休息吧 走 许总 我来了 许总 这里 郝总 苏总 好 先看这里 麻烦看这边 看这边 苏总 看这里 人怎么来得比我还晚啊 爸 问我 我请了个化妆师 不化妆 好 所以耽误点时间 好 苏总 你们先聊点 我去后台对一下刘晨 我先过去 许啊 你确定吗 我告诉你今天人可多 开工没有回头见 你听我讲 这事咱们四弟也讨论好不好 一会儿赵总来了 你总得接待一下啊 妈 许总 郝总 好 你们到了先和你们的客人们 寒暄一会儿 其他事情放心交给我们吧 佳安你来得正好 你赶紧说说他 彩排都已经好了 还要去后台走流程 你什么 忙你的 不用管我 我们一会儿去 大家今天都不要紧张啊 虽然我们不是最专业的 但是我们是唯一的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繁星最好的代言人 许总 你怎么来后台了 昨天我给你那个视频 今天我会找机会 你帮我放出来 你记住啊 无论谁阻止 必须给我放 许总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得确定 今天不会说错 所以您的视频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 是不是得跟佳安姐 提前说一声 不用了 今天我还是可以 做得了主的吧 嗯 你先忙你的 好 行 就非要在今天吗 文德已经说好了 你这场秀我一个界定 只要这场秀办完 他就会被我一个办案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总是感觉有点不太安心 他的表现也感觉怪怪的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出来 再说了 繁星成功的喜悦 所以我第一个也想跟他分享 可你这么做 会让他知道 但是他也说了 就算他离开广谷 他也无所谓 难道创业不是为了 给我们更大的自由吗 如果因为创业 我连喜欢一个人的自由 都没有了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意义 哎 许阳 我快过来 万家赵总来了 正找你呢 好 来了 快 赵总 许总 恭喜 恭喜啊 感谢 感谢 我们许总是年轻有为啊 祝贺赵总 许总 谢谢大家 合作成功啊 来 赵总 今天可不去养育 许总 正是在取笑我呀 赵明星马上又开始了 你把我叫过来干吗 许总这儿有个视频 是关于你的 他今天要跟你表白 什么时候那个换键 我也不知道 他说临时告诉我 要不提前把话筒给他掐了 但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这个雷汇报 他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又怕自己担责任 我就想提前跟你说一声吧 得坐着他 我去找他 没关系 你去吧 需要帮忙跟我说一声 简单 善要 修阳 今天是凡兴也是你和苏总的大日子 你不能跟我表白 你不要提到我 我只是一个为你们做服务的人 我没有参与你们的奋斗 不配享受你们今天的儒料 你你不是说过只要秀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 我改变主意了 不是 你最近 最近到底怎么了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过 如果繁星哪天成功 我第一个要跟你分享 对不起 我还是不能和你在一起 为什么 刀记是一分钟 一分钟有所开始 先请许总 许总许总计之外 前天我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 听着台上新人的誓言 我心里冷笑着 先想过几年再看 我才意识到 你让我不相信爱情和婚姻 我变成了怨妇 我不相信我们重来一次 就能把婚姻经营好 过去和现在不一样吗 我已经变得更好了 我懂得不要再延迟满足 我学会珍惜当下 我开始主动向你认输 我们 我们再毁掉对方一次嘛 好不容易可以做朋友 却又要互相再恨一次嘛 对不起 需要之前说我太天真了 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你永远热血想创业想改变 而我只想稳定地生活 不被改变 亲爱的朋友们 繁星的清风酒会 也是我们融资成功发布会 马上就要开始的 接下来是繁星团队送上的 独特时尚打醒 敬请期待 好 就开始了 需要 我们到此为止吧 等一下 是不是苏姨跟你说什么 我一直期待这场绣 因为你说绣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我不想绣结束了 我们也结束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模特 是我们繁星第一个付费用户 张敏 张敏二十四岁 是一家影视公司的策划 她为繁星代言 她说 繁星像是一个潘敦拉的魔盒 带给她全新的体验 让她有了行走职场的百变造型 也是无变的自信 现在走向大家的是王彩霞女士 王彩霞女士今年三十六岁 是一位全职妈妈 因为重返职场 没有合适的衣服而不得 在成为我们的试用会员后 毅然加入了年度会员阵营 并乐此不疲 向每一个人宣传繁星 我们称她为繁星 王彩霞女士 宣传大师 现在走出来的是林玲 她是这个城市 无数个攒牵尺 为买一件好衣服 女孩子中的一个 追求宁缺勿滥的她 因为使用繁星 再也没有要出席重要会议 却找不到 合适衣服的困窘时刻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王彩霞小姐 今年二十八岁 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 做图书出版 她觉得自己每天 都在和美好打交道 擅长取悦自己 会根据第二天的天气 温度 夏日与否 来准备自己的穿衣搭配 遇到繁星 她说简直是梦中的白宝箱 他说是什么 是什么 他的关系 很难打 他们也可能会儿 他说是什么 有东西 有东西 你还说是什么 他说是什么 有东西 他他会儿 有东西 有东西 你还说是谁 你还说是谁 我还是谁 我还要说 你还说是谁 许总 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了 外面很多人都在等着你 赶紧出去吧 许总 你这次创业 就能报仇成功吗 对不起我大概是年纪大了 不像以前 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 我承担不起 有一次失败的风险 不过今天是你的大日子 我祝福你 我的心愿 是希望你像我祝福你一样 真心地祝福我们 我们走吧 我 我爸 你带这颜楼 我 居然儿 我 你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位女士 她叫李晓 今年二十七岁 是一位自由赚到人 因为每天在家里工作 她曾经只买什么 而慢慢地觉得自己 失去了对生活的要求 于是她加入了环机会员 她说每天换下卸衣 穿上漂亮的衣服 是她开始一天写稿工作的仪式感 穿得漂亮 是一种好好生活的态度 现在走过来的是陈玉女士 她今年三十二岁 是外体的销售从业者 独居 养猫 认真工作 和不同国家的客户打交道 她都会提前了解 客户所在的国家 当下流行的时尚元素 并以此为依据 从繁星上全适合的业组 穿得好看 也是她的直场秘密 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 让一颗心跳着 台上走过的每一位女性 都是我担心的用户 她们经历挫折 但从不放弃寻找美好 尽管生活充满你硬 也会盛装出席每一天 可世界过招 谢谢 许阳 爱情我们经历过了 婚姻 我们都去寻找那个更合适的人吧 我的心愿 是希望你像我祝福你一样 真心地祝福我们 许阳 有请我们凡兴首席 许耀上台讲话 你去后台请一下许总 快 我们许总呢 一定是太紧张了 这会儿应该再平复心情 接下来呢 我先说两句 我们繁星啊 大家好 我是许耀 今天在这里 首先我想感谢一下 我的合伙人苏毅女士 因为你的选择 让我的努力变得有益 其次我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天使投资人 苏总 正是因为有你的帮助 有你的信任 可以是我们的繁星 顾国难关 谢谢 再然后呢 我要感谢一下 今天晚上另外一个主角 关家资本的赵总 在十年前 你把大学前创业冠军给了我 而十年后 你又把投资给了我 我定当 不负所望 真的吗 今天不少媒体朋友 都问到我一个相同的问题 就是 我为什么要创办繁星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 我想说的答案 就在这个视频里 小米 麻烦你播放一下视频 小米 不要放 小米 麻烦播放一下视频 谢谢 我过去看一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看 一件好看的衣服都没了 就这件 你自己看 都已经起球了 还有这件 这都穿了三年了都已经掉色了 要不我带你去街上买吧 买什么呀 今晚上两桌人吃饭呢 花不少钱嘛 别生气 你 你要不然看看就怎么 试试这件裙子 这件裙子 地财上五十块钱逃来的 你自己看 都已经起牵头了 今天我们订婚 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了 我生气了 我答应你 我以后一定要让你每一天 都有漂亮衣服的 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要让你每天 都有漂亮衣服的